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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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了我们传行教会教堂 那这个教堂也变成我们拉拉山的地标跟景点之一 重点 我要去那边去喝非常有名别具风格的水蜜桃咖啡 有没有听过这个咖啡 很有特色 对不对 好 现在就跟着我的照顾好不好 往我们的部落风带你怎么样 放轻松 桃园县复兴上沿着台七县北横公路往东走 就会来到大安溪上游高益村的卡威兰部落 部落位于东南上的坡地上 海拔高约1000公尺 这个泰雅族的部落由于生活环境优美 如今被规划成为泰雅文化生态体验村 来到此地的游客 仿佛进入了一个桃园后山的桃花园 我们这边是桃园县复兴乡高益村 现在我们高益村有七个部落 其中我们卡威兰部落 正在推动生态交易步道跟古路瀑布 跟狩猎文化 以及古花园的桃园子 还有蝙蝠部道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部落是夏苏勒 阿麦是我们画家 现在这个时候是五月份正值 在尝水蜜桃 田桃 欢迎大家来品尝我们卡威兰的水蜜桃 拉拉山在北横的旅游地图上 被列为必到的景点 因为全台湾少见的千年巨木群就在这里 在前往拉拉山的途中 会看到一个全台湾第一座 诺雅方舟造型的教堂 就是加拉教堂 加拉教堂所在的部落 就是华陵村的卡拉部落 这是一个1971年才建立的新部落 欢迎各位观众来到我们桃园县复兴乡 华陵村拉拉山半山腰的卡拉部落 首先带各位到我们一位退休的牧师 他所经营的八辅农场 因为我们拉拉山最有名的就是 农特产品是水蜜桃跟田市 看完之后呢 那我就带各位到我们卡拉部落 有一艘在台湾有三个 其中一个船型的礼拜堂 就是在卡拉部落这个地方 那也是陶影县 唯一在后山里面 非常特殊的一个礼拜堂的景点 那看完之后呢 那我就带各位到我们拉拉山 一个农特产品呢 附加产品 也就是我们水蜜桃 附加产品所营造出来的水蜜桃酒 拉拉山水蜜桃它可以吃 但是我们也研发了水蜜桃咖啡 那德拉米就是试试看 也欢迎你们来到德拉米这个地方 来品尝我们在地研发出来的水蜜桃咖啡 王红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啊 呼呼呼 这边呢就是高一基督长老教会了 好 罗姓大哥跟我说呢 只要看到教会 大喊他的名字呢 他就听得到我的叫声 好 真的假的 叫一下 罗姓大哥 红恩 你好 我是罗姓大哥 我现在邀请你来 听听我们罗姓的声音 就是我们最喜欢听 从小孩子一直到老 最喜欢听这首歌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爸爸妈妈弟兄姐妹 一起来赞美主 罗姓大哥 罗姓大哥 你在上面啊 来这边来快来吃水水田桃啊 我怎么上去 从那边 前面那个湾啊 对对对从那边上来 有田桃啊 好吃的田桃快点来 你不来会飞走 所以刚踩完田桃是不是 怪不得都是勇士庄吗 五点 五点 五点踩 到现在 嚇到啊 怎么 我们咖啡兰 总统府的重要干部 怎么都在这边 村长 好久不见 北会 妈妈 我们的理事长怎么躲在后面 理事长 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会议要开吗 最后一批 他们都要来看这个 哦 他们都没有啊 只有我这就有啊 整个部落就剩你 最后一批田桃在这边 最后一批 怪不得我们重要干部 都排一排坐在这边 对对对 他们都是来看一下 怎么 我们也没有吃到啊 他给我啊 等一下回来回家等一下 哇一定是我们流星大哥 他把最好的都藏在最后面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哦 好脆哦 好吃啊 哦 田桃是比较脆的 对对脆的 村长 我们咖啡兰部落呢 我刚进来啊 不管是图腾啊 异象啊 整个部落街道 而且呢 哇 种树啊 美化都非常漂亮耶 对对对 特别在我们圆明局的指导校 对 在我们这个可威兰部落 成立一个 太雅文化生态体验村 这样子 桃圆县复兴乡高一村的 可威兰部落 便列为 太雅文化生态体验专区 最大的原因啊 就是这个部落的人很团结啊 家家种樱花 家家绿美化 互戏互灵互生态 通通都是一起来啊 真的是要文化有文化 要生态就有生态啊 游客要体验太雅族的精神 来卡维兰部落走一趟 保证收获丰富哦 而且当罗信大哥 带我到教会 听部落的声音时 我真的佩服 这个部落的团结精神啊 因为我已经拍了 70个部落的声音 就是卡维兰部落的声音 最壮观 因为人数最多啊 耶稣 有多多精华的人数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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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想到卡威蘭部落呢 一進來非常吸睛的 就是這一面用馬賽克拼貼出來的 故事牆 而且在這個一片翠綠的山林當中 這個五顏六色非常漂亮 當初怎麼會想弄這麼大的這一面牆呢 故事牆來作為我們部落 非常重要的一個入口的圖騰 原來看到這個火牆它有石板板 結果我們翔工手有這個意思說 把它圍裝起來 就用這個馬賽克 用我們塔亞以前生活方式來呈現這個土牆 當然除了這個故事牆非常吸睛之外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奇的 也是覺得跟其他部落 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入口意象呢 就是在我眼前這個 我走了很多部落 我看到部落的大部分的入口意象 大部分都是那個獵人有沒有 不是背山豬就是牽獵狗 不然就是婦女背小孩 或者是有老鷹 或是熊作為他們部落入口意象 奇怪呢 我們葛威蘭部落入口意象 怎麼是一個高價屋 竹子屋 因為塔亞族以前都是住在很遠的地方 距離很遠嘛 所以他們來到親戚這邊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比方說對方帶來一位小姐 來到這個部落嘛 然後這個老人家呢 就想到說 要有一個計劃 跟這邊的年輕人來 把這個女孩子抽合起來吧 勉強把他們送到那個上面嘛 就把他們關在上面 對 兩個人不認識 對 還不認識喔 畢業都不能下來 如果說那一碗 通常是人 人就是這樣說 你親我願的話就 已經 完畢了 好 完畢了 對 就這樣問的話就知道了 知道了 就 如果說沒有一事 沒有一事的話就沒有 就不讓他們 來往就這樣 來往 就當下把女生就帶回去了 對 如果那一碗 他們 有意思 有意思了 就馬上結婚 馬上叫他們 對 這個故事是這樣說 原來我們 哪樣的愛情文 比較偏一見鍾情了 好的 下一段回來 我們去看看 蘇勒部落最有生命力的畫家 阿麥 他每一幅畫作 幾乎都要重畫五版以上 因為喜好的眼光一樣 只是收藏者不同 阿麥 只好針對每個收藏者 都畫了一幅構圖一樣 巧思卻不同的作品 去看看阿麥 充滿生命力的畫作吧 哇 就像那個工作的樣子 充力好強喔 我沸泡了的是 憑你們我其實也很緊張 因為你們都非常地優秀 Sometimes it lie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n her sins stay 包厢里只剩下我自己 这首歌的那种画面 毕竟我觉得感觉很好 看到电影版突然在我眼睛前面 突然吓一跳 非常的感动 Sex girl 但我吓到呢 不用了每个礼拜天晚上 七点半至九点半 尽情锁定我们的部落集舞台 原住民等你来招展 去年天平台风重创蓝宇 政府为了提升重建工程的施工品质 在蓝宇东青部落附近 新建临时性遇到混迷土场 却遭到抗议 反对侵占 部落捍卫传统领域 拒绝国家公权力侵入 蓝宇东青部落抗争事件 请锁定原地发生 桃圆县的卡维兰部落 被规划成泰雅文化生态体验区 文化解说有实景又有故事 生态导览也是老少贤一样 因为部落的哈努外生态资源步道 虽然只有250公尺 却能看到合理的鱼虾生态 体验泰雅竹在山林的生存智慧 终点的葫芦瀑布 更是最佳的拍照景点 那今天各位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横外生态资源步道 那这个是我们利用我们乡公所 连续两年的珍珠部落计划来做的 所以整个步道没有经过任何一台机器去施作 完全都是用纯手工 一锄一刀去把它做下来的 去把它弄出来的 好 这叫什么 圣捷 这圣捷 真的好聪明 都很厉害 因为它这边有一颗圣 不是两颗圣 所以它还是不是完全 这个圣捷 你去山上如果真的没有水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很好用 要不要试试看 对 把这个 把这个皮 剥一剥 它可能会有点涩涩的 有点涩涩的 可能可是就是 可以让你解渴 因为我生子要擦一擦 请你吃 我是唯一找到的一颗而已 不然平常 平常我都找二三十颗 可是每次我拿二三十颗的话 后面的导览就没得用 真好 近一点就好了 用力拉 对 不错 不错 再来你们眼前看到这个瀑布 叫古鹿瀑布 它不是就单纯的一个瀑布下来 所以 那顶层那边它其实是一个 常年累月 冲刷而成一个碗状的一个东西 所以上面是一个碗状的壶 就那个顶层那边 它其实里面深达两米到三米 我国中的时候有进去过一次 有上来去钓也过一次 就是钓游游啦 里面它是一个碗 因为常年冲刷下来的 那明年我们依据规划 上面我们会开个小路去把那个 碗状的这个虎有没有去呈现出来 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我这样子讲的话 你们可能不相信 真的是上面是一个碗沟 碗状 哇真的太嗨了 你看 古鹿瀑布啊 这里呢 就是我们很爱步道生态导览的最终站 大家爬了这段路 为的呢 就是要看这个古鹿瀑布 而且呢今天阳光非常充足啊 你看光线照在那个瀑布上面呢 突然古鹿瀑布形成一个水晶瀑布 哇真的是太美了 而且呢 我们刚走的那条步道呢 短短只有250公尺 重点是虽然很短哦 但是它的鳞像非常的完整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很适合全家大小呢 来这边出来踏青 哈农外生态资源步道啊 当初用人工的方式建造 为的就是不要破坏山林原貌 如今才能让游客在安全的环境下 体验到真正的山林野去 其实卡维兰部落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蝙蝠洞啊 一直不愿意开发 因为怕开发后 游客来了 蝙蝠却飞走了 如今呢 高一社区发展协会 终于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就是在洞内架势远距的监视器 让游客在远远的赏蝙蝠小屋中啊 慢慢欣赏蝙蝠生态 却不会打扰蝙蝠哦 哇 没问题等我一下 好 我等你 小心啊 哇 这段路 很滑哦 难走啊 根本就没有路嘛 要保持它原始的风貌 当然就不能乱动了 到了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 蝙蝠洞的入口 好 温来 这边比较凉 感受一下这个微微的凉风 哎呦 真的有冷气吹过来 真的是有冷气 没有 热热的 真的有一股风 蝙蝠从那个洞穴吹出来 而且是冷的 对 好 那这个蝙蝠洞 早期其实我们这地方叫蝙蝠山 就是驾蝙蝠山 就是蝙蝠山的意思 这个地方我们始终到现在还是保持一个很原始的状态去 不让人家进来这样 以后我们就是要规划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 对 保持最原始的风芒 提供蝙蝠最原始 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 好 然后我们在上面看它的monitor就好 有记忆前山的一些做法有没有 就是说都开到蝙蝠洞门口 到最后就是蝙蝠洞就变成空有的蝙蝠洞 只有洞没有蝙蝠这样 那所以我们为了说要保持这个很原始的这个风貌 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可能未来在做的时候 我们这边会放一个看码 放一个监视器在这边 然后把它拉到上面去接到monitor 那来的人就是在上面观赏最好 尽量不要打扰这个底下的生态里面的系统 可以远观嘛 对可以 但就是不能进到在洞口会打扰到它们 对会打扰到它们 不然的话大概也可能也是看不了多久就没有蝙蝠 所以你看过蝙蝠吗 有 蝙蝠是什么样的蝙蝠 我们这边的蝙蝠就是台湾特有种的 台湾大耳术 嗯 耳朵很大 那大概一 大概连翅膀这样张开来 大概有三四十公分这么大 那很大耶 嘿 嘿你们好 大家都下班了耶 对对对 那我们的阿曼是上班还是下班了 现在大概也是下班了 他应该没有正常上下班 他都是24小时 我的朋友在这边 这边吗 就是这一间 阿曼 嘿 哎呀 兄弟好久不见了 真的啊 阿曼大哥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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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 下班 听说你最近卖画卖得很凶啊 所以我都不敢拜访你啊 怕打断你赚钱的时间啊 有没有像你觉得那么凶啊 嗯 他都已经要卖上第五符了 第五符了 怎么会同一种 这是第五符 对啊 怎么会同个系列画到第五符啊 那是因为也有客人的要求啦 哇 那 人可以要求啊 那 有警察 有美容师 呃 如果不是说他没有考虑到说限量 我来讲说没有考虑到限量的话 对客人 我们应该要尊重啊 那我大概每一幅画 都会 画一些不同的图腾 哦 然后就 卖给他了 所以即便 已经再版到第五版了 但是中间你还是稍微 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可能会加一点什么元素进来 不过有人去警告我了 绝对不能再画第六符 哈哈哈 你谢你 对啊 你那时候太受欢迎了啦 对啊 这一幅确实有他的魅力在画 哇 听说你的画风转变啦 嗯 对 那我 这几年你是怎么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我画写实大概有十年 我差不多快三十岁的时候 嗯 我觉得 一个身为一个创作的人 那我觉得他里面 内心的世界 应该有 应该 他的灵感 是个意境 都是很广泛的 嗯 那我想说 既然是创作嘛 那我想说 多尝试一些 印象派 嗯 印象的 然后 颜色比较有强烈的 一些主题 或是 或是 那个作品出来 当然啦 我的 我的 我的作品 有 很强烈的那种 额 额 颜色 哦 那 那我觉得 那 我觉得 那是有时候我觉得 颜色的鲜艳的话 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啊 可能它是有带着一种 生命的激发 嗯 跟那种动力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 可能 就是 不是可能 就是我们原住民 常有一种的 嗯 一种 热心 或那种热情 哦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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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的 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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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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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来的时候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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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欢迎收看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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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部落 卡拉部落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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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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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